这个女孩的屁股居然长在了嘴上 只见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大漏斗 向导管插进了裤子 再端起鸡汤 顺着漏斗倒入 一顿简易午餐就吃好了 女孩名叫小美 她从出生就受尽了嘲笑 就连手机发一张自拍上传到网上 也会被系统告知违规 她有一本专属日记 里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嘴巴 她摘下一个贴在脸上 幻想着要是自己的嘴巴和成人一样 那该有多好 这一天她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屏幕上的男女正在秀恩爱 看着这个画面 她也幻想着能有一个喜欢的人亲她 于是她收拾东西出门 准备寻找自己的爱情 她先是来到了餐厅要了碗鸡汤 但老板娘看见她的长相直接笑了出来 虽然这些她早已习惯 但还是迅速地拿出漏斗 吃完之后买单离开 可刚出门就被两个混混拦了下来 他们一把抢过她的包 还将里面漏斗和日记全都扔在了地上 更是过分地将她抱到了车旁 想要上下骑手 趁着两人分神之际 小美一个高抬腿 正中对方的要害 随后连忙跑进车内 开着车子离开 一路上她伤心疾了 泪眼朦胧间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但随着激烈的惨叫声 车子被迫停下 她震惊地转过头发现 自己居然撞到了一个人 而诡异的是 对方竟然朝她满意地笑了起来 原来男孩的父亲是个恋童癖 在她刚出生的时候 父亲为了不伤害她 选择离开他们母子俩 男孩从小渴望父亲的关爱 但一直到她17岁 父亲都没能出现在她的生命 唯一留下的就只有一张照片 她在父亲的照片上 看到了一个美人鱼纹身 她认为只有自己变成美人鱼了 父亲就能回来看她 于是她开始自残 用美工刀一点一点的划伤大腿 最后更是想要将头去掉 但一直遭到母亲的拒绝 这天母亲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两人因为父亲的事情大吵了一架 生气地她跑了出去 晚上她蹲坐在两个垃圾桶旁 看到路边来往的车辆 狠心地将腿伸了出去 想要用这种方式除去自己的双腿 而小美就是这个倒霉鬼 男孩最终如愿失去了双腿 但也因此丢了心意 女孩天生没有眼睛 小小年纪的她 早早地步入了服务行业 一位客人将粉色钻石送给她 让她充当眼睛 她也因此开心了很多 直到这天 餐厅老板小花偷走了她的钻石 小花是女孩的老顾客了 经常支付巨款来找她玩 但因为害怕被发现 她从不说话 两人也默认了这样的相处方式 可好景不长 巨大的开销 很快使得小花弱不复出 她的餐厅也即将关门 为了还清债务 她将主意打到了女孩的钻石上 所以在下一次找女孩的时候 她开口说话了 女孩这才知道 自己的顾客一直是个女人 小花让她摘下钻石 但女孩不敢 因为钻石能给她带来安全感 小花听到之后 转身想要离开 女孩这才慌了 连忙将钻石摘下 顺手将它放在桌上 小花趁着给她按摩的时候 偷走了她的钻石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个男人 吓得他一把将钻石吞进了肚子 可十几克拉的钻石 想要吐出来也不容易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拿起花洒使劲猛充 最后一个屁将它崩了出来 她将钻石拿在手里 决定用它来度过危机 但当她得知女孩 失去钻石不肯接客 即将流落街头的时候 她还是于心不忍 决定将钻石还给女孩 不料却遭到了女孩的拒绝 因为在没有钻石的日子里 让她明白了 与其躲在黑暗里自欺欺人 不如勇敢地面对现实 她决定将钻石送给小花 让她度过危机 为了表示感激 小花带她离开了这个地方 两人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而一边的小美就没这么幸福 今天是她的生日 但她却一点也不开心 回到家的她 脑海里一直是男孩诡异的笑容 而此时 电视上正播报男孩去世的消息 她害怕极了 自己居然杀死了人 还没等到平复好心情 父亲就拿出来一个礼物 将个盒子拆开 里面是一个独角兽头套 父亲不由分说地给她戴上 她摘下头套伤心极了 就连父亲也嫌弃自己的长相 她失落地走出家门 却又碰上了那两个混混 这次她并没有那么幸福 两人将她拖入了巷子 还对她施暴 伤心的她跑向天桥 看着下方驶过的火车 想要以此了结自己的幸福 可最终还是因为体力不支 直接晕倒过去 眼前的女孩长着畸形的面孔 但却有一个男人深爱着她 因为她有练鸡癖 长得越丑反而越喜欢 即使是对着照片 也能自己来上一番 不巧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母亲看到 母亲接受不了这样变态的爱恋 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她带着行李赶到了女友家 打开门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一幕 原来女友认为小帅并不爱她 她喜欢的只不过是自己怪异的女 于是她选择和这个烧伤病人在一起 他们两个才是绝配 伤心的小帅跑到天台 想要了结自己的幸福 可就在这时 耳边响起的手机铃声 换回了她的理智 她将手机捡起 是小美父亲的来天 而这时 晕倒的小美醒了过来 她向小帅看去 小帅的眼睛瞬间亮了 这一眼惊为天人 她深深地爱上了眼前的女孩 两人回到家中 电视上正播报着男孩的新闻 警察通过与精神医生交谈 确认男孩的行为属于自杀 她有严重的心理认知障碍 这种认知障碍 使她不想拥有双腿 过去她曾多次试图弄伤除去双腿 直到这一次才成功 但同时也失去了生意 看到这里 小美也终于释怀了 而救她回来的人 也冲她满脸真诚的微笑 这样的微笑 她只在家人的身上感受过 最终 在男人的强烈攻势之下 两人走到了一起 儿子区的男孩 也在天堂 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余味 长相是天生的 我们无法改变 但是 就算容貌再难看 也请不要放弃自己内心的希望 不管是丑是美 你都是爱人眼里的宝贝